圆景仔细查看这辆车的前后车牌发现 拆资及印刷都跟正常车牌不一样 原来南港分局圆景日前在军人公墓周边 取缔红线围停车辆时 发现这辆车无法查出车籍资料 车牌更有未造痕迹 于是先查扣车牌并将车辆一致保管 随后通知车主道安说明 车主坦诚因为超速被吊扣车牌 为了人继续开车上路就上网购买未造车牌 没想到才过一天就招查获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圆景日前 于军人公墓周边取缔红线围停 发现一致小客车车号查无资料 经检视车牌细数未造 当场自单举发并一致保管车辆及查扣相关证据 后通知车主道安说明 提升车牌因为违规遭吊扣才上网买未造车牌悬挂 起料才刚挂第一天就被查获 警方已经将车主依违反刑法特种文书罪 寒送市民地检署侦办 另外针对网路贩售未造车牌部分将持续溯源查气 南港分局方面提醒车牌属于特种文书 私下制作贩售及购买使用上路都属于违法行为 最高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警方将加强查气取缔 提醒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